真动手了 俄断供北约成员国天然气 普京果断回应 不做慈善 增合媒体4月28号报道 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和波兰表示 俄罗斯即将从27号起暂停向两国供应天然气 此外 俄罗斯还宣布停止向波兰供应石油 波兰国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 该公司已经收到俄气有关暂停天然气供应的通知 俄方将于当地时间27号80起停止供应 波兰方面表示 目前该国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填充率约为76% 今年26号还表示停止向波兰提供石油 几乎完全依赖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保加利亚表示 该国履行了与俄气的合同义务 但俄罗斯要求以卢布结算俄天然气的机制违反了协议 目前保加利亚正与邻国土耳其和希腊 进行有关进口液化天然气的初步谈判 对此 俄罗斯表示 波兰必须用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 但俄方未对保加利亚的做法进行回应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有关天然气的卢布结算令 已于今年4月1号生效 普京称 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拒绝俄方要求 将被视为违约 一切后果由买方承担 俄罗斯不打算做此事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解释称 4月1号开始供应的天然气费用 应在4月中下旬或5月结算 因此俄方不会立即对欧洲断气 数据显示 芬兰 拉脱维亚 波黑 摩尔多瓦等国进口天然气中 额天然气占比超过90% 另外保加利亚接近80% 芬兰超过40%的天然气也从俄罗斯进口